你是做主持人培训吗 对 主持人培训也在做 口才培训 然后有时候全国各地要做一些 有时候邀请我做一些活动 我12年那时候是在本地做 然后16年我就走出了我的城市 景德镇就在周边 江西 对 江西 然后20年以后吧 慢慢就辐射到其他的省份 就这样慢慢慢慢地这样 我觉得你跟徐孟良都够励志的 不愧是这个徐家人很棒 既然你已经做这么好了 而且你这个主持的工作也一直在做 你何必要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来求职呢 这么多年这种漂泊吧 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民间走穴嘛 野路子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 自己是不是能够找一家这种企业 比如他需要这种活动策划执行 其实我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舞台的主持啊 看看能不能自己再往上提升一点 因为这么多年我都是野路子 像我做主持人然后来到这边求职 我也是想来看一下有没有 合适我的这种表演方面的企业 现场各位企业家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模仿秀 就是一首歌里面模仿很多明星唱歌 待会儿大家听了就知道了 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谢谢 好 一首《情路不再遮着焉眼》送给现场的企业家 还有我们的老师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老师 好 邀请 谢谢 男人关注就搞绯闻 不是rmb歌手都很年轻 男生的后会有背后的支撑 一个情人之际哪怕是大女人 擦的背影给了我犹豫的灵魂 英雄类背后不再有心痛 我闺蜜心窍 活出爱的代价 还好就在梦醒时分 仍有装置在我胸 请别想念我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虽然曾经是个bad boy 我的未来不是梦 好 要我说内地的人也都不差 要高音有高音 要分量有分量 个个比我胖 个个比我壮 我把音在轰爬火 用我说不出贼 痛多压力很多压力 甚至梦里是谁中发 我这样的男人 不想做落泪的戏子 年轻四代的情人 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他们唱过的歌 温暖了我 我会一直唱下去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的掌声 谢谢 真好 好冷 爱了 我来到天津可能因为 那么水土不服的原因 我一直有点小咳嗽 是发挥了百分之六十 哎呦 他那个马三立 简直真笑死了 超像 我觉得 对 我太喜欢他了 虽然只是一首歌 但是我觉得 你演了一场综艺 对 你这个婚庆主持人 请得直吗 太直了 就是他能主持了 然后他到时候说 我给你送一首歌 这首歌不收费 然后他一口气 唱了这么多明星 对 把所有大咖 都云集在一起 而且约等于 听了一场演唱会 对 他今天模仿的最像的是 是善田方老师 对 把三立 因为他嫂子不舒服 对 马三立 但是他特别巧妙的一点 是什么呢 他有的音准不像的时候 但他把那些明星唱歌的时候 肢体语言表现出来 让你感觉他唱得不像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所以以后咱们能不能自信地说 我是一位商业活动的主持人 不要再说我是走穴的 我是什么野鹿子 你不是的 你既然能让大家那么喜欢你 你是有自己的专业的 好吗 行 商业活动主持人 加油 行 谢谢 我的这个抖音上面 有时候我自己也标了一个标题 我是中国金牌网红主持人 网红主持人还行 给自己打一个标签跟上时代 好吗 好吗